你好,我是曼尼迪卡拉撒南达 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想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觉得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因为会有一些后果 最主要的原因是可能我觉得自己精力不够,我没有时间 或者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了 虽然有很多还想要去做,但是不知道时间从哪来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一个幻想中 也就是说在没有确定或者是做这个决定 有这个行动去拿这份责任 或者更多这个责任之前我们已经被吓倒了 就是被自己的逻辑吓倒 往往是拒绝责任的人 是还根本没有去拿这个责任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在我们真正的对人生说事之前 已经被自己的二元的逻辑给陷入 深深的放进了玛雅中 然后自己的思维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的压力太大了 我的人生会变得非常繁忙 我没有时间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事实上的宇宙的法则和我们的二元逻辑是完全相悖的 宇宙呢是多维度的运转 对于宇宙来讲呢负责任是被支持的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能像大师这样对整个宇宙负责 那么你呢就是最被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是不可能 而只是我们内心的二元的逻辑的想法呢 造成了我们错误的认为对整个宇宙负责是不可能的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如果我对一件事情负责 就代表我要去付出更多的时间 那如果我现在已经有八件事情 我再多出两件事情负责 我已经不够睡觉了 那就证明我更不能睡觉这样 这个呢是不评价是不是 你的人生会因为多有责任心呢 而花更多时间去工作 但是呢负责任或者负更多的责任 不代表你要花更 它和它不是直接和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对等的 因为负责呢是一个内心的空间 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应该对更多的人或者事情负责 这个时候呢 你的人生会被宇宙支持 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的精力会更加的旺盛 这个是二元逻辑无法理解的 我们的二元逻辑的理解就是我要锻炼身体 我要睡得好我每天保证自己睡八个小时 然后我要吃好啊 心情好 这样我一天才有精力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抑郁的无聊的这些人 如果你开始让自己对人生负责 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的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精力变好了 自己的人生变得积极向上 会有更多积极的思绪在你的心中出现 你的人生之所以抑郁或无聊 就是因为你太空闲太懒惰 一旦我们决定要对人生负更多的责任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力会增强 我们的精力会增多 你需要的睡眠反倒会变少 这个是超越我们的常规的逻辑可以理解的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 甚至是有一些老年人 如果他是非常积极在参与到人生 有很多事情去做的时候 他的精力也是非常的旺盛的 他需要的睡眠时间比年轻人还要短 所有的我们身边的这些积极投入人生 让自己负责任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睡眠时间都不多 而且呢 每天的精力看起来比其他人还要旺盛 这什么原因呢 不是说他们吃了就比我们要健康到哪去 或者是他们的身体就天生有多好 只是一个宇宙法则 当你对人生说是的时候 人生会加码的给你祝福 给你力量 所以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精力 不只是你的躯体以内的这些内脏器官去决定的 其实呢 它是和宇宙整个时空相连接的 只要你内在的认知的变化呢 就会造成你有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精力出现 同时呢 还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你会被人生支持 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资源出现 让你更容易的去实现更多的责任 也就是说当你对人生说是的时候 当你决定要拿出更多责任的时候 不是我们二元逻辑所想的 我单枪匹马 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 当然你要有这个准备 就是你要有这个心态 但是同时会出现的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会有更多的人和资源参与进来 让你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去实现 也就是说其实人生是活的 我一直都有一个这样的强有力的认知 想要传递给所有的同修 就是你永远要知道 特别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永远要坚信这一句话 人生不会给我高于我承受能力的事情 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对整个宇宙说事呢 你也会像大师这样 精力充沛快乐的生活 他也没有一天有超于24小时这样 他一天睡4个小时 也不是说每天剩下的20小时 都是没有精力的 完全相反 所以呢这是你的内心的空间 我们和整个宇宙的交流是随时都存在的 当你的内心空间打到这个程度呢 整个的宇宙都会来支持你 帮你实现你的现实 所以当你对人生说事 当你对人生说 我愿意负责 这个时候你所需要的一切资源 都会给你支持你实现 你想要的那个现实 所以呢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呢 就是不要害怕 不要在你负责任之前 对人生说不 反倒你越让自己萎缩呢 你的人生经历越低迷 然后你的状态越糟糕 你越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没有经历 没有兴奋点 反倒是你每一次都跟人生说事的时候 你的人生不会因此 而 变得不可承受 不可负荷 而反倒是会变得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活跃 有非常多吉祥和活力发生 所以这是给所有同修的一个真理的揭示 再有呢就是特别是你觉得自己人生没有意义 每天无聊 抑郁的这些人 是因为你太懒惰 太有时间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很忙 你有很多事情 你有很多人要对他们负责 你的人生绝对不会是这个现状 所以让自己忙起来 让自己对人生说事吧 这是你的抑郁 你的无聊 最好的解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点的灯